為什麼覺得你講話有點燒聲啊 對 你怎麼了 我今天好像有點 太緊張導致 會失到逆流 它會影響到你到時候表演嗎 你說燒聲嗎 可能會 可能不會 那你馬上就要進去講 那你目前戰袍決定了嗎 有 就是可能會穿POLO衫 真的要穿POLO衫 可能 就算沒有穿POLO衫 到時候那件衣服也是 會跟POLO衫有點 異曲同工之妙 都有領子 然後都會蓋住身體的一部分 走那個紅台應該要拉光一點 所以你會立領嗎 因為我是不立領派的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我的脖子很短 有時候立領就會 我頭就會不見 哦 對不對 那你剛剛有說你這次表演 會直接在台上換衣嗎 不… 會在後台換衣 沒有 因為過去都是 一件穿到底 但因為這次有表演的關係 所以就是會第一次在典禮當中 有另外一套的服裝 那那套會比較不一樣嗎 表演的時候 會 兩套看起來是 完全不一樣的服裝 那你會覺得說 就是表演比較緊張嗎 還是等那個接腳 我覺得 我覺得 表演更緊張一點 未知的因素很多 但獎項就是那樣 就是靠命運嘛 會花心思把表演的部分 準備好 像你因為你已經算是 三星的歌手嘛 如果這次又再拿的話 你會想說 之後的金曲獎 你還會再報嗎 我覺得金曲獎就是 音樂人的一個派對嘛 是因為做出了自己 跟別人也喜歡的音樂 才有機會可以去參加 所以 常常日後我還是會繼續寫歌嘛 所以這個倒不是一個問題 都會報名就對了 都會金曲獎 因為一直以來 也都是公司幫我報 所以 要是他們沒有報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 我覺得倒是 產出好的音樂 比較重要 為什麼覺得你講話有點燒聲啊 對 你怎麼了 我今天好像有點 太緊張 導致 會失到逆流 你今天更緊張 就是隨著典禮一天一天 逼近我就覺得 好像最近比較緊張 你是因為 紅毯才在減肥 沒有沒有 最近食慾就沒有很好 可是他會影響到你到時候表演嗎 你說燒聲嗎 可能會 可能不會 可能會 如果燒聲可能就聽起來 會覺得哇 廣東今天的賞音有點 感性這樣 可是PT的上面網友可不會這麼高興啊 反正我就是會 不管那天有沒有撒搖 我就是會盡力把他的歌唱 所以說你要剪頭髮 剪在哪 是不是大家最近都 因為都一直在家 所以頭髮都很長 對 所以最近 明天會剪個頭髮 有啊 有剪到頭髮 我這個燈那天 你看我的差 差那麼多耶 晃屁咧 你的問題不是後面 是前面啊 你說 方向重點 以外有打包 打包啊 後面好像有打包 後面啦 那請問前面的部分 請問沒差 所以他哥不撿過後面 你的意思是